台湾东部沿海首当其冲 气象鼠已经发布了海上 还有陆上台风警报 台东跟花莲沿海 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今天一早风浪明显增强 岸边掀起了三公尺的浪高 为了要做好防台准备 花莲的赏金业者 跟宜兰地区的渔民 已经加紧用缆绳固定渔船 保住身材工具 长浪一波接着一波拍打消波块 激起浪花 声势惊人 阵阵长浪实在来得又猛又急 随着小犬台风禁闭 三号一早台东复岗渔港 外侧海梯掀起三米浪高 就怕台风带来灾情 台东沿海村路的村长们 赶紧广播警戒 台东施工所也动起来 发放一袋袋的沙包给民众 准备防台 小犬台风接连发布 海上与陆上警报 东部首当其冲 众人不敢大意 花莲也开始掀起一波波长浪 二到三米高的长浪 小犬台风的威力不容小觑 想进业者的手没听过 赶紧用缆绳固定船只 前天出去的这个情况 游客就感觉到有点浪 有点大 到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 全部都取消跟演奉 为防台做准备 人人不敢懈怠 花莲市区的民众 趁着台风来临前 换上强化玻璃 维护安全 不敢想象小犬的威力有多大 暴风车半径持续扩大 一早南方澳渔民也加紧 把船只停靠港口 台风接连报道 人人提高防台意识 就怕台风手下留情 别带来严重载损 记者综合报道